来 一 二 三 四 二 四 上 上 慢点 慢点 河北去洋村民 在自家园中的枯树根下 挖出一座埋葬八百年的南宋古墓 古墓外形奇特 是由砖石累积而成 有明显的南宋风格 古墓作北朝南 墓是由圆顶峰制 八角形仿墓的砖石结构 在墓室内部手工绘制的彩绘图案 一看就是富贵人家之首 而古墓被发现后 考古专家立马封锁现场 不得外人进入 难道说墓中安葬的是哪位高官后路吗 要知道河北驱阳 可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 这里不仅有视战国名相令相如的家乡 也是与鬼谷子齐名师奴的甲岛 难道说古墓安葬的是以上一位吗 很快就有小道消息传出 古墓埋葬的是一位身居高位的地方官员 对于古墓而言 大家总是患有无数想象 而这样的奇观也深得大家好奇 就是这样 在大树根下挖出古墓的消息 很快就让村民的院落 变成了各大网红打卡地 不经一成千上百的媒体蜂拥而知 把小院围得水泄不通 而最让所有人期待的是 古墓中的陪葬品 在所有盗宝中节目中 总是幻想能够拥有一件绝世珍宝 一夜暴富就像在南海一号当中 无意间挖出了一条大金链子 价值不菲 那么这座南宋古墓 将给世人带来什么价值不菲的珍宝呢 但这一次面对官员大幕 连专家都出乎预料 甚至双眼都快亮瞎了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河北村民李老汉 准备在自家院子里 挖一个地窖储存丰收一年的苹果 可锄头光当一声脆响 像是挖到了硬块 李老汉上前一看 自家院中的泥土里出现了很多石块 而且石块上面明显有土气的条纹 随着李老汉的清理 一座圆顶石砖的古墓显露出来 消息很快就被周边的村民宣传出去 这也引起了大家的围观 而考古专家也随之而来查看了现场 专家看后立马通知群众退回到安全地带 专家将警戒线拉伸至方圆500米 可以说村民哪里见过这样的阵仗 就像挖到了西市珍宝 而随着考古人员的介入 古墓的真容很快就展现出来 圆顶方砖累积而成 门楼上镶嵌有名文的砖石 据专家推定这座古墓距今以后八百多年 一定是一位达官贵人 或又是世王侯将相之人 当第一层砖石被专家揭开后 工作人员借助光线朝礼打探时 墓内的岩壁下 雕刻着栩栩如生的笔画 想到这里 专家也兴奋起来 毕竟古墓藏在枯树下 陪葬品一定保存完好 那枯树下的古墓到底隐藏着那些珍宝呢 河北区羊村民 在自家园中的枯树根下 挖出一座埋葬百年的南宋古墓 古墓外形奇特 是由砖石累积而成 有明显的南宋风格 古墓作为朝南 墓是由圆顶峰制 八角形仿墓的砖石结构 在墓室内部手工绘制的彩绘图案 一看就是富贵人家之首 而古墓被发现后 考古专家立马封锁现场 不得外人进入 难道说墓中安葬的是哪位高官后路吗 经过专家的开挖 一层层像堡垒似的石砖被剥离 墓中墙壁上用彩绘描制的图案五颜六色 第一眼看上去就像一座古代木质楼阁 十分精美豪华 犹如打开了一座地下宫殿 但光线阴暗的远处 却又像是通往另一个世界的大门 这不免让专家欣喜若狂 在所有专家的认知中 这样规模宏大的古墓 一定是当时屈首可指的大人物 而且在没有被盗墓贼偷盗的情况下 里面的陪葬品也是十分惊人 对于我国考古历史而言 不单单是出土的文物价值 还有就是通过对古墓的挖掘 可以了解到曾经的文明 和对研究十五 以研究古代社会历史的一门科学 曾经我国从秦始皇的兵马俑 和马王推汉墓的研究 就能填补中国历史上 一个又一个不完美的空缺 充分了解墓主人生前的故事 与时代发展脉络 而眼前这座南宋的石砖墓 也预示着更加了解 我国南宋时期发展历程 而当专家进入墓学时 一个惊人的发现让专家量了半截 万万没想到 墓中只有一个大坑 并没有棺果 大坑中心只有一具惨白的尸骨 肉身已经腐败 没了踪影 没有任何陪葬品 只有一枝发白的瓷碗 特别引人注目 这可跟先前的想象截然不同 可以说如此豪华的墓葬 不应该没有陪葬品 难道说是墓主人跟后人开玩笑吗 为了一探究竟 考古人员继续向大墓挖掘 果然不出所料 考古人员又在古墓附近找到了 另一处风土 河北去洋村民 在自家园中的枯树根下 挖出一座埋葬百年的南宋古墓 古墓外形奇特 是由砖石累积而成 有明显的南宋风格 古墓坐北朝南 墓是由圆顶峰制 八角形仿墓的砖石结构 在墓室内部手工绘制的彩绘图案 一看就是富贵人家之首 而古墓被发现后 考古专家立马封锁现场 不得外人进入 难道说墓中安葬的是哪位高官后路吗 经过专家的认定 原来墓主人刚才的墓葬只是一具一种 所有人的目光又集聚在风土上 早在南宋时期 我国第一清官包大人 他在此后曾经就从家中 抬出二十多具棺木 向四面八方出发 就是防止后人挖坟掘墓 或遭到仇家的报复 这也是南宋典型的丧葬风格 难道说这位墓主人 同样也使用了上面的方法 当发现另一处风土 专家立马扩大探索范围 但让专家失望的是 其他风土下的官国 也并非是那位古墓的一种 他们都属于是一个大家庭的墓葬群 所有古墓都属于南宋墓葬 经过专家认真确认 认定古墓可能是回迁墓 就是说这座古墓是后人 从其他地方重新埋葬的 所以古墓内没有任何有价值的文物 更别说考古价值 这座古墓园的东西 就算了 这座古墓园的东西